2017年MH370客机从雷达上消失至今已经有超过4年了 来自我国、澳洲、中国各个单位纷纷在客机失联之后投入搜寻工作 不过终究没有找到MH370的踪影 而我国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在上个星期也宣布 有美国海底勘探公司从今年开始进行的客机搜寻任务 今天也宣告结束 不过适事乘客的家属却认为我国交通部急着为搜寻任务划上句点 乘客的家属指出 今天只不过是历史重演 又有一项搜寻任务无疾而终 不仅客机没有找到 反而留下更多谜团和疑点 中国当局今天也表示尽管搜寻任务已经宣告结束 不过当局还是会继续和各个相关单位保持紧密联系 不会放弃任何希望 HPC综合报道